此款产品的笔身由不锈钢制成,外层的烤漆十分精美,并配上派克代表性的箭矢与纹笔加,使其带有一丝复古气息。 而按压式的初心设计更为其增添了使用上的利落感,再搭配高流畅度的墨水,为大家带来了绝佳的书写体验。 此外,这款产品还提供客制化的客制服务,可谓送礼自用两相宜,集结了众多优势,但价格却是相当亲民。 如果各位正在寻找一只体面又能展现品味的原子笔作为学习或工作的伙伴,那么该系列肯定是最佳首选。 HEM是由广告设计公司独立出来的厂牌,志在创造各种高质感且人性化的工艺设计商品。 这款产品以铝材质化处理,外形低调,却更能展现素材的枝朴美感,也会随着使用增加笔身光泽。 另外,其笔身轻盈,且笔头经特殊设计与测试,不但不会阻碍书写视野,更因配重挺稳而运笔流畅,故长时间书写,也不会有负担。 这般讲究实用细节,又将设计感融入生活中的好物,相信喜爱与众不同,简约时尚的读者们,一定会十分满意。 拉米苏以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提供轻松的书写感受,不论男女老少都能驾驭,而这款的笔身使用至清且耐磨的强化玻璃纤维,金属部分则彩发四压纹处理,整体成雾面质感,相当吸睛有形。 除此之外,最令人惊艳的地方在于,其属四色合一却只有一个按键,使用时锦须将笔尾的色标面对自己在按压出信,即可切换想要的颜色。 如此别出心裁的巧思,无非大幅刷新人们对于多色笔的笨拙印象。 卡达的经典849款原子比上市超过半个世纪,几乎每年都会与不同的人气品牌推出各种联名款,因此受到广大市场的喜爱。 这款亚洲限定版则有着沉稳迷人的渐层色泽与细腻的雾面质感,而近似无声地按压出信机制更将卓越的工艺水准展露无遗。 最令人赞赏的还有其采用原厂Glass巨人笔心,号称能写满600张S纸,故长时间出差旅行也不用担心途中墨水耗尽,是CP值极高的笔款。 相信各位应该多少耳纹过以千笔,话剧闻名的Faber Castell,而此款原子笔的是由旗下高阶品牌所推出。 其彩雾木原木打造,不仅纹理细致且手感温润,每一支的木纹与色泽更是独一无二,堪称低调又不演其出众的品味。 而在结构部分,本品具有高回感的弹力旋转式出笔设计,并结合耐用的镀金特殊弹力笔加,而不伤音物,从各方各面看来都属难得的一品。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